曾经太过年轻 在人海飘零 那些关于我的事情 总有你紧紧跟随的身影 曾经太过年轻 泪穿着透明 你的肩定 我真的很熟悉 这次你们礼拜天要首映 那么已经有两千位的粉丝 从亚洲各地聚集来台湾 而且在各个五星级饭店 都已经订了房间了 所以对于这样子的一个旋风 你自己有没有觉得很讶异 因为流星花园一聚红了四年 而且这一次我们真的说 就是对帮台湾扬眉吐气 因为之前都是哈日赶寒流 都是我们台湾的人 去追随一些国外的偶像 那么这一次反而是 你把这些国外的湿奶 带来台湾了 你自己有没有想 什么样的一个感想 当然我觉得很开心 因为我们台湾现在慢慢 其实有很多人同时在努力 然后也慢慢有一些很不错的戏剧 那我当然希望说 我们可以有更多的人 然后就是像蔡导一样 多了那份坚持 然后就是为了想要把 比如说把戏拍好 然后可以让其他的国家看到说 原来在台湾也有这样的人 大家都在很努力的做一份事情 不过我们讲说流星花园 真的是蛮特别的 因为你之前就是拍这么一剧 然后红了四年 你觉得为什么在外国这些国家 可能在日本或者是在韩国 他们已经有他们非常多的偶像 他们非常多的偶像剧了 为什么这一剧可以对他们产生 这么大的一个吸引力 可能一部分是因为我们那时候出来 也真的大家都很年轻 然后一方面可能对我们来讲 那时候的表演是 虽然我们可能表演不是很好 但是对我们来讲 那个表演是比较自然的 因为大家其实都还蛮自己 就是比如说像宅宅啊 其他大家的歌性跟剧中真的很像 比较像表现自己 对所以可能其他国家人看 会觉得那个感觉比较特别吧 那经过了这一次的 参加这次的演出 你觉得你自己有很大的改变吗 有啊 我觉得在戏剧上 当然就是可以跟像一些 这么好的演员 然后你可以被他们冲击 然后可以从他们身上 偷学到很多东西 偷学到很多东西 所以不只是老了十年 其实成长了 有没有不敢讲十年啦 也成长了很多 成长很多啊 我觉得在戏剧表演的经验里面 成长很多 好 我们现在哦 在上面也有一段这个 我们这个新闻记录 颜承旭从一开始哦 出道 然后F4 然后这个流星花园 到现在哦 红片全亚洲 我们有一个这个纪录片 一起来看看 我会带他 OK 道明 由于眼神长发酷样 两千年一年流星花园 让饰演道明寺的严承旭 一炮而红 当时的严承旭 笑容看起来有点深色 不过这个帅气的大男生 也马上引起全台湾民众的注意 颜承旭看起来总是很酷 话不多 2004年推出个人第一张唱片 就吸引两千多位 来自香港 日本 韩国 等十个国家的死忠粉丝 专程包机来台 听演唱会 一出唱片 F4爆红 也让颜承旭 站稳亚洲新天王的地位 严承旭不止掳获歌迷 也让菲律宾总统爱若玉倾倒 严承旭访问菲律宾 全程享受高规格礼遇免通关 用直升机直接送到饭店 爱若玉还亲自接待严承旭 台湾流星花园 严承旭在穿白袍 全市白色巨塔中 在权力欲望中挣扎的一时 男模特儿出身 严承旭俊俊俊帅模样 转战戏剧 电力偶像币位 这一次 严承旭要以演技 征服粉丝 证明六年来的蛻变 中文 严承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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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走步道 哇 有六年了 刚刚自己Jerry都是有六年好可怕 不知道时间过这么快 嗯 对啊 那你演这两部戏哦 白色巨塔 还有这个流星花园 一个两个女主角类型 也是相当的不同哦 有没有哪一个是你比较喜欢的型的 还是 你也可以讲讲 你比较喜欢型的女孩子是哪一种 大伯哥如果头发长一点的话 应该很重 啊 啊 讨厌说出来了 我喜欢型其实就是弹得来吧 我想就是弹得来 然后 没有特别 真的没有特别的什么 个性上面呢 也还好啊 就是弹得来 如果弹得来的话 其实慢慢了解彼此吧 嗯 你相信他讲的话吗 还是依你的观察 你觉得他喜欢是哪一种新的女孩 他会喜欢哪一种新的女孩子 其实他刚才在描述自己的时候 我一直在想说 这个是我这八个多月 九个月来 这一年来相处的Jerry吗 你会很自我中心吗 我 你会 没有 我只是 我只是发现说 我只是 有一段时间会发现说 我自己在情感方面的表达很弱 就比如说 我会因为跟我妈妈相处的方式跟态度 我会发现说 其实很多时候我是在关心他 但是我觉得我的表达方式 这可能跟我以前从小到大的一些环境 加上又因为很早就单亲吧 所以我觉得我其实不是一个善于表达自己情感的人 但是也许借着演出会让你自己也有所成长 学习表达感情 有 就是会因为一些 一些 一些系里面的 对 就是有感觉到自己的不同吧 所以我很惊讶 因为在拍片过程当中 他是那个 因为很多演员 很多角色嘛 所以有一些人先来拍完了 就是说结束工作要离开了 他是那个会 会买大餐来 就是摆成像非常搭持的人 我的意思是说 非常热情 对 我遇到的他是一个善于 敢于表达感情的人 所以 是怎样 跟女朋友就不一样 对不起 其实我觉得大宝哥他 其实很有机会 当 我是说真的啦 我觉得大宝哥其实很有机会 当我们台湾的 演员之光 因为我觉得他有太 他有太深厚的实力 去被人家挖掘 只是我觉得他 对啊 未来他一定可以 有很好的机会 Cherry你在跟我求婚吗 你今天讲了那么多 我答应 我答应 好 谢谢两位 谢谢 谢谢 我问我自己 我不是家里一个医生吗 为什么我的孩子 怕高烧都快死了 看不到他们的爸爸呢 你要的这些成就 到底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我答应了 我答应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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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